我叫王发明 1981年出生在甘肃省武威市 2000年入伍 向任无际交通第二支队 三大队大队长 18岁 我的追旅故事从创造下开始了 天天走路 我们却常常忽视了路的存在 当我开始关注它的时候 才发现路上的故事很多很多 作为一名交通兵 每天与铁锹 钢枪十字构想法 手锹铺路 强强保通 没有消压 打时刻都有战斗 没有枪林挡雨 到随时都面临着神识考验 17年 我欣赏着这里独一无二的高原浪 也体味着独特的高原湖 虽说高原生活 江湖有危险 看在一路向西的创造下 我们也予有贫瘠 而深深的浪漫 绿绿的草原 蓝蓝的天空 在我虚落的路上 还有最美的风景 就是一路看不完的戈萨花 戈萨在藏域中象征着美好和幸福 17年 在这片古老神奇的土地上 我也象征了无可比拟的美好变化 800公里传造像小段 从窄到夸 从王到直 从沙石路到力气路 从时段时通到川远创通 变化的是路 不变的责任 或者一路各色化 我的心愿就是 路平桥通 藏区繁荣 我是一名交通兵 我是王发明 内地与西藏的交通大动脉 沿线途经 草原 森林 雪山 冰川 峡谷等自然风貌 被称为是世界最美公路 可这里每年都会发生雪崩 泥石流 塌方大约300多次 因此 它也被称作是世界公路 病害百科全书 位于西藏林之 波密县境内的通脉天险 是其中尤为险峻的一段 而这也正是王发明所在的中队 负责的区域 17年来 他和战友们负责58公里 咽喉路段 养护保通任务 昼夜守护着这条巨龙般的生命线 初秋时分正是林之最美的季节 云雾 雪山 林海 悠然自得的牛羊 构成了一幅田径的图画 可对于驻守川藏县通脉路端的王发明来说是 这样的美景他却无心关注 因为连日大雨造成路段多处踏方 滚落的碎石让他忧心忡忡 都说川藏县一路割丧花 这么多年来王发明早已习惯了两路繁华相伴 每次巡逻结束 他总会踩上一把路边的葛桑花 对于爱花的王发明来说 葛桑花具有特别的意义 2000年 18岁的王发明 怀揣着对雪域高原的向往与好奇 来到了武警交通部队 初入高原他就发现 这里的生活与想象中的军营不一样 我这个当个兵过来 布莱斯要保家卫国 这个穿上这次军状以后 天天不是铁锹就是扫把 就是钢枪十字构 与这些为伴 所以心理反差是很大的 修边钩刷边铺 入伍的前几个月 王发明度日如年 他暗暗下定决心 两年义务兵结束后 就复原回家 夏连后不久 王发明便被安排去守通脉大桥 通脉大桥建成于2000年 是川藏公路318国道的咽喉工程 川藏县上的人都知道 守住大桥就守住了通脉天线 由这栋大桥是零四系宝通大桥 它这个动位的向置 车辆动位的向置在20栋以宁 如果超过20栋 大桥有可能发生危险 为了保住这大桥的安全 我们部队日夜之首 三个月后正在守桥的王发明 突然接到禁忌通知 原来附近一场泥石流引发了翻车事故 车内六人的生命伪在旦夕 我跟班长还有几个战友 就在绳子的 拉着绳子从悬崖慢慢的下去 下去以后 看到那个白色的面包车 以及摔的面目全非 王发明和战友决定 先把伤势最重的一个人背上悬崖 可刚刚背起伤者 王发明就感到有些不对劲 我们班长说 我说班长身体有点冰了 我的意思就是 他可能已经去世了 我们班长吼了我一手 快点往上推 哪有那么多废话 我就赶紧实际的往上推 经过努力 以王发明和战友救出了六名群众 可他们悲弃的那个人 还是因为伤势过重 离开了人世 王发明第一次感到生命 是如此的脆弱 我一个人 晚上我坐在院子里 我没人的地方 我想了很多 我虽然这不是我想要的部队 没有钢枪 没有撒爽 英姿的边防巡逻 但是 他做的事 确实救人生命的事 生命高于一切 但是我就在想 这个部队 我要好好的干下去 2003年 王发明考取了南昌 无情指挥学校 毕业后 他又选择回到了西藏 带领战士继续守护在通卖大桥旁 同样的大桥 同样的一公葬不将 王发明的眼中 却有了不一样的风景 每条有好多车辆通过 可能有几千人通过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故事 我每条给每个人 我给我的战友 包括他们通过大桥的时候 他们会问一些 同卖天下的事啊 道路的情况啊 包括他们会讲一下 他们路上看到西藏的情况 我觉得我都很开心 也就是从这时开始 帮助更多的人 成为了王发明的梦想 救人 也成为了他在川藏线上的常态 经常在半夜 凌晨一两点 十二点 就是接到那种求救的电话 哎呀 就就他在这 八中的任那个中队长的时候 都半夜去救车 然后 差点 自己都掉下去 探亲期间 盘娟里经历最多的 就是王发明救人 一次一辆旅游客车 被泥石流所困 一名脱险游客 跑到了营院门口求远 王发明立刻带领战士 赶往事故现场 在王发明的指挥下 车上的人员 被迅速转移到了安全地带 考虑到面包车 是这个家庭唯一的经济来源 王发明不忍心 看着他被泥石流冲走 他又做出了一个决定 把这个安全水绑着他自己 再带着一个战友下去 到车位悬空的地方 去掏钢丝人 当时是自己踩得过去 泥石流都已经打到膝盖上面去了 膝盖也上大腿上面去了 就在王发明将钢丝绳拴在车上后 山上传来了一阵隆隆的声响 所有人都知道 这是泥石流即将下来的征兆 当时我心里就一凉 我说糟了 泥石流下来了 泥石流下来 我正好就在车子龙台的下面 车子要是放下去 肯定要把我一起带下去 那时候还是很害怕的 幸运的是 几秒钟后 一股泥石流从车子的另一侧倾泻而下 与王发明仅仅相距一个车身的距离 一个月后 被救游客专门送来了这面锦旗 表达感激之情 十七年里 王发明曾经历一天一夜 在祖国边境亚东县色木炯 搜寻被困暴风雪中的群众 他曾在不停下泄的塔坊中 打通涅拉木至张木口岸 四十五公里的生命通道 安全转移驻地六千多名百姓 每一次留下坦途 每一个感恩的眼神 每一声朴素的问候 都激励着王发明 继续前行 我叫王发明 1981年出生在甘肃省五威市 2000年入伍 向日无际交通第二次队 三大队大队长 歌桑在藏语中 象征着美好和幸福 十七年 在这片古老生气的土地上 我也将决了无可比拟的美好变化 八百公里传造下小段 从窄到夸 从王到址 从沙石路到立青路 从石段石通到传年刹通 变化的是路 不变的责任 或者一路隔三化 我的心愿就是 入平桥通 藏区繁荣 我是一名交通兵 我是王发明 军旅人生正在播出 王发明一路隔三化 王发明从军校毕业回到西藏之后 与中队官兵一起参加 强险宝通任务达三百余次 帮助受困群众两万余人 救助游客四百多人 他们被百姓称为 盛开在雪域高原的葛三化 十七年里 千里川藏县 时刻考验着王发明 也历练着王发明 再有几天 潘娟李的探亲假就要结束了 这几天 她一直在给王发明 整理入秋的衣服 她膝盖不太好 然后就是一到冬天的时候 就膝盖特别疼 我跟她从网上买了好多护膝 她都觉得不暖和 我就把那种脑式的那种手套 然后就给拆了 改了把那个毛皮卸下来 找了一块部分上 然后就是觉得暖和一点 就是有点臭 除了亲手做护膝 潘娟李也养成了 给王发明织毛衣的习惯 每一次来西藏 她总会戴上几件 因为长时间在泥石柳中救人救车 高远湿冷的环境 早已让王发明换上了泪风湿 潘娟李总觉得 亲手值得要比买的暖和一些 毛衣 护膝是一份亲情 更是一种牵挂 他们陪伴着王发明 走遍了各种救灾现场 见证他完成一次又一次的危险任务 一般发生自然灾害 强险 他都是站在他方的最下面 那个地方也比较危险 因为在最危险的地方才能有效地观察到 想起会不会再次发生 那么我在那里 我们的战士看到我在那里以后 他们心里会踏实一些 2015年7月 尼泊尔境内的阿尼戈公路 受雨季影响中断 应尼泊尔政府请求 武警交通二支队的官兵 随中国武警交通救援突击队跨境救援 王发明在这次救援中担任中队长 2015年8月1日 出境第一天 王发明就被眼前的险情震撼了 随时可能坍塌的悬崖峭壁 奔腾湍急的波曲河 雨震飞时滑扑 这些都让救援举步未见 退往以后在车上休息一会儿 也不敢睡觉 因为怕你一睡觉睡过头以后 你睡觉堆得太多了 晚上机器 不来晚上天太黑了 不方便作业 太危险了 他真的留了一部分 感觉有点多了 马上退往 可就在挖掘期 到了第二个塌方点的时候 让战友们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你有落石根本看不到 就只看到很大的灰 然后这个有很大的灰 肯定这个离石榴就下 离石榴啊 或者说是塌方 该塌下来了 然后就让我们撤 作为观察员 王发明却始终盯着山上 指挥机器安全撤离后 巨石滚落的声音 已经越来越近 他只能用耳朵 来判断石头滚落的方向 我大概十几米的时候 我看到了 他没有朝我这个方向过来 而是在我旁边 三五米的地方 从悬崖上掉落河中了 掉到河里面去了 在尼泊尔强险的日子里 这样的危险 王发明和战友们 已经记不清发生过多少次 他们苦战98个小时 清除垮塌 断点41个 实现了阿尼戈公路的 再次长度 打起友谊桥 打通连心路 中国武警交通救援 突击队的专业高校 受到了尼泊尔政府 军方和社会各界人士的 高度赞誉 2015年年底 王发明所带领的中队 被吴京总部授予 集体一等功 王发明用力个人二等功 在鸭鲁藏部江的支流 一拱藏部江上 横跨的三座桥 见证了川藏县 二十年的变化 也承载着 驻守在这里的官兵们 十七年的心愿 每次过来 王发明总喜欢 在这座大桥上 走一走 看一看 如今 中间的通迈大桥 已经不再实用 成了行走川藏县的游客 合影的景点之一 江城的风每吹动一次经番 都代表一次诵经 他们是藏族人民 对于幸福的美好祈愿 在他们心中 这番梅经里 还有一群 永远盛放的歌三花 和经常 我们在交流中 发现 他们特别是一些 游客那些 车子 有些故障 然后有的就是 他那个 整个 道路一些小塌方 只要看到我们不对 他们心里面 非常的放心 十七年 驻守川藏县 王发明最爱 血域高原的歌三花 他说 自己喜欢看着 平凡的生命 装点着高原 赋予其生机与威力 十七年 甘为路纪 王发明把最美好的青春 留在了千里川藏县 即使是一颗最普通的石子 他也要为行人 扑救一路繁华 我愿做川藏县上 一里最普通的石子 为行人扑救远行的路 川藏县交通大动脉的畅通 凝聚着官兵们的牺牲和奉献 武警交通二支队组建以来 先后有十五名官兵 英勇献身 永远守望着这条生命线 如今的川藏县上 每隔一段 总能够看到 武警交通部队忙碌的身影 他们正如王发明 最喜欢的歌三花一样 陪伴着每一位 走过川藏县的人 好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想要了解更多的 最新军事动态 请访问屏幕提示网址 登陆中国军事网 关注军旅人生 微信公众平台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